因為兩三年前就開始慢慢有落髮這個狀況 會擔心說未來會不會加劇 學生時期也是通勤 都是買習慣買全罩式的 那一樣會頭皮會悶熱 那用了其他的 或者是讓安全帽內部比較清潔的用品 一樣會有產生脫髮的現象 算是一個蠻主要我會想要來執髮的原因 我有去找一些生髮水或者是一些生髮產品 就是生髮洗髮精之類的 但沒有那麼明顯的效果 那我就會來尋找比較一個 可以直接速度上來講跟外觀上來講 比較明顯的比較有感的方式 就是執髮這樣 會來到My Hair是因為這邊的好評比較多 然後再來就是顧問會先跟你做頭皮精的檢測 然後也會比較完整的客觀告訴你 你需要執髮的數量 那恰巧剛好有朋友在這邊當醫師 那我就過來這裡做執髮 手術後的期待啊 當然就是恢復的 恢復到比較正常的一些髮際線啊 那比較不用太擔心說 戴帽子太久了容易脫髮 或者是淋雨也容易一直脫髮這樣 這13天來最不舒服當然就是術後1到2天的時間啦 因為剛做完手術 其實因為傷口實在是很小 然後加上也有麻醉 那比較不會有太多痛的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可能到大概4到7天的時候 然後傷口就開始慢慢結痂了 然後那時候洗頭的時候就可能輕柔去搓它 然後結痂就會掉下來 飲食習慣也有做一些改變 然後吃比較清淡一點 然後生活作息調整一下 比較少吃一些消夜油渣類的食物 因為以前頭皮比較容易油 那這段時間頭皮比較不會那麼 油脂分泌那麼旺盛 後面越來就跟平常一樣的照顧它 很多出去會包個頭心 防止那個外面的一些細菌感染之類的 對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覺得還不錯 那今天回來的時候就是 主要是照一下皮囊的狀況 然後跟清理那個頭皮上面 有一些結痂還沒有掉的地方 以我感覺來講 它給我感覺是還不錯的 各位好朋友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囉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 並分享我們的頻道喔 喔對了還有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